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周群老师 欢迎 来自华一嘉信的高级副总裁 徐维老师 欢迎 著名节目主持人 沙娜老师 欢迎 胡蕾老师 欢迎 表解一下这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 遭遇了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我跟他在一起两年了 我没有一点不良的爱好 就是一心一意地喜欢他 但他一点也不懂我 他现在的内心越来越不阳光 总跟一个小渊妇一样 而且总爱没事找事 他比那些小女生的心眼都小 我们俩肯定各自都有问题 我就是太宠他了 所以他可以开始不在乎我的感受 我发一点小脾气 他就开始跟我鸡蛋里挑骨头 我也努力维护过这段感情 但我真的跟他合不赖了 他永远都不觉得自己做得不对 我不想每天的时间都用在跟他吵架上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张 22岁 来自河北 销售 女嘉宾小李 22岁 来自河北 个体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心眼儿小 是吧 对 惯坏了 对吧 是 过去是同学 是吧 是同班吗 不是同班 怎么从这个同学变成了恋人的呀 是这样的 她跟她男朋友闹分手 然后我就开始追求她 因为长得也挺漂亮的 然后也是我理想型的女友 然后追她的时候挺用心的吧 然后跟她表白她就统一了 我俩就好了 但她那时候跟男朋友分手没分手啊 分了 分了以后追着她 你早就惦记这姑娘了 是吧 无奈旁边有个男朋友 后来她们吹了 你就程序二入了 是这意思吧 是 是这意思 这个怎么就任性了 怎么就比女人还小心眼了 今天不是想说这个的吗 我听 还要分手 是吧 对 这是人 因为她这个人真的 就是真的像一个怨妇似的 我真是受不了她天天的 你说说 我们听听怎么个怨方 都是前段时间嘛 我俩分手最严重的时候 前段时间开始闹分手了 是吧 对 我俩闹分手 然后最严重的时候 都是我跟她分都分不了 我俩都连我哥都帮我说话 然后我哥也单独找过她 然后单独找她 那次呢 两个人可能都是强强起来了 因为我哥的话兴得比较紧 然后她的话肯定也说了把我听的话 然后俩人都强强起来了 我哥怨了她两下 完了 这一怨 可不容了 回来之后 就是推什么 对 都是可能哥们推了她两下 然后回来之后 他就跟我说来了 说那个 哎呀 你哥打了我一顿哪 那个 我这难受 那难受 跟我说知啊 主持人 然后他还跟我说说 那你得赶紧那个带我上医院呢 我这不幸了呀 我太难受啊 我说你要去 你自己去 他说 那我自己去也行 那你让你哥给我欠 给我欠 我都自己去 我说主持人 他哪有一个男人这样说话的呀 我真是说话 不是 当然你哥动了人家了 人家难受是应该你哥出医療费啊 去医院了吗 没去 不是难受吗 干嘛不去啊 其实当时也就是 为了吓唬吓唬她嘛 哦 你觉得是吓唬 女生觉得是无赖 是这意思吧 对 这是已经准备分手 闹得这么大了 对 可以啊你 这样的光辉事迹还有很多吧 应该 对 而且我们两个也已经 都是打面粉过手了 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 两周年的时候嘛 然后她送了我礼物 我没有送她礼物 都这么一丁丁点的小事 她都计较上了 都说了你不爱我了 你那个连两周年礼物 都不送给我 我觉得没有啥 这并不代表 都是我不爱你了呀 哦 然后呢 当 当 当 都是她当天 完了还发朋友圈了 说我俩分手了 你发的 是发了 分手了 没有 那你干嘛发呀 我就是也是威胁她一下嘛 因为她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她不爱我 主任你说啊 两周年她连礼物都不够买 哪怕送一串袜子 对吧 她一周年的时候 还送我礼物呢 如果你认为她不爱你 分手不就是一个 很正常的逻辑了吗 不能她的分手 这就赖上了是吧 那就是发了说分手了 这不算郑重分手了 怎么又回来了 怎么找台阶呢她 都是她发朋友圈说分手了嘛 我都当没看见 我都老子打理她 因为她阻扎耍小星子 忘了过了一段时间 自己喝酒去了 因为她这个人 本来都不能喝酒 忘了自己喝门酒去了 喝多了给我打电话 打了十多分钟 都是说你这个你的那个 你也不好好 跟我在一块儿了 你不爱我了 天天的你也不好好的 然后当时归根结底 她自己说的 她说我都是要跟你分手 我说那好啊 分到分啊 我说你一本事还搭了 我还没跟你说分手呢 你在这儿跟我说分手是吧 我说分都分 分了 第二天的时候我都跟她说 我说分手可以 但是要见面分 因为我这个人喜欢 啥事挡面说清楚了 别那个在电话这说 你看你这臭招子 行 就见面了啊 然后都是我们两个 要那个见面说嘛 然后见了面之后 她可好 开始跟我提条件了 说了 那个咱俩分手可以 但是你得把那个 我送给你的东西 哪一年哪一年的项链 哪一年哪一年的香水口号 你都得换给我 都给她 对呀 我也说了 我说都给你 我都给你 我杀我也不要了 我说咱俩都彻底分手 这还不算万呢主持人 还跟我说 啥也说 那不行 我跟你这两年多 我都没有任何女性朋友了 我的大森林都没有了 你得带我回归我的大森林 我才能跟你分手 要不然我都不给你分 你说这是一个男人 说出来的话 你这不耍武来嘛 要分你都赶紧分 主持人听他 他傻不傻呀 那当时我就是说他气话嘛 我根本就没想跟你分手 哎呀 你这 你说要分手还是不分手啊 我不分手 不分手就别老说分手啊 就是吓他一下嘛 你凭什么吓唬人家呀 因为他不爱我 他现在心里一点 他不爱你 为什么还不能跟你分手呢 这个小伙子 因为我太爱他了 我离不开他了 现在已经 哦 听明白了 你爱不爱我没关系 反正就得赖上了是吧 我的妈呀 她在生活里就是这样吗 对 她平时也是都是 特别爱撒娇的一个人 哦 她都是大听广众指向啊 都是哎呀 媳妇亲亲 媳妇抱抱 你说 不是 今天还好 她没表现出来啊 她也不敢表现呢 这个生活里 听说她有很多这个 喜欢用叠词和其他的 一些特别撒娇的习惯 还说你截了瓶是吧 对 对 我还截了瓶 然后您可以看一下 你看 我不想吃饭饭 吃饭饭 睡觉觉 你说你都说吃饭了吗 睡觉了吗 都容了吧 还吃饭饭 不会好好说话 她的网名叫不吵架 就不舒服司机是吧 对 这是我给她说的 因为我都觉得她这个人 都是不吵架不舒服自己 然后还有什么救救救 都是自己开心的 打一个门声在那 救救救 救救救 这是她开心的 这还不算呢 主持人我跟你说 那还有语音呢 语音只是放不出来 那语音然后跟我说 要说那个不开心 自己都在那儿 硬硬硬 我难受 硬硬硬 我不开心 你是个大老爷们的 我觉得她说不出来这话 您怎么说呀 但是不主持人是这样的 因为呀 我和她搞得像吧 她比较冷淡 你说我再不热情一点 没说人 你太热情了吧 姑娘为什么要跟她分手啊 咱们就问回来了 其实第一趴听懂了吧 女生要跟男生分手 男生赖着不跟女生分手 好 那么就要问女生 为什么要跟男生分手了 什么原因啊 因为主持人都是 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也经常因为一点小事 都是说分手 你像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吵架最多的 都是我上酒吧这个事 我觉得都是比较放松嘛 晚上跟朋友一起聊聊天 啥的也挺好的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我带着她去 她也没有那么反对 不让我去哪儿遮的 都是跟着我去 然后但是她这个人呢 有一个毛病 喝完酒了都带哭 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在酒吧 你说你喝完了都哭 你说你让我丢不住人 那你少喝点啊 这不是咱这时候的酒闹子 我酒腻子嘛 不是主任 其实我也是一个心情中人 平时我不抽烟也不喝酒的 不是你这跟心情中人 有什么关系 别侮辱这几个词啊 你要哭你少喝点嘛 就哭怎么了呢 哭完之后她都闹我 闹我 后来我都 闹啥呢 都是你不爱我了 你说当时那么多人 都开会给我整折个 就酒吧里是吧 对 都在酒吧里 这是为啥呢 当时是咋时呢 不来我就不喜欢去酒吧 那就别去 她还肥要我去 去就去 去了吧 然后她那些护风狗友们 这一个劲就圈酒 我也省气啊 我就喝 然后都喝多了嘛 都这样了 喝多了就哭是吧 就闹是吧 这还不是呢 都是后来的时候 然后她 那个不跟我上酒吧了 我也不带她去了 那你说她总之啊的话 我也没法带她去啊 你既然你喜欢这个男朋友 对吧 你挑的对吧 你喜欢人家对吧 人家不喜欢去酒吧 你又谈了恋爱了 那你就少去点酒吧呗 或者不去酒吧不就完了吗 我失省 你干嘛非要叫着进去 非去酒吧呢 这酒吧里有什么呀 都是因为我白天的话 我有自己的服装工作室嘛 然后 对 然后我每天白天很累 然后晚上的话 我就喜欢去放松一下 你说要是我每天 都是我自己回到家里了 就我自己 然后我就会老想一些事情 我就很不开心 那你为什么不接见一下 你男朋友呢 这不就谈恋爱吗 所以人家说你冷啊 我也跟他说 他理解不了啊根本都 他没有办法理解我 所以其实去酒吧 是你放松生活的 一个很好的去处是吧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那里有你的朋友 那里有了解你的人 那里有你爱喝的酒 对 那里有你不想见的男朋友 是吧 对 明白了 不喜欢他还有别的理由吗 还有都是 对 对 你接着说 还有都是 现在 因为现在我开这个服装工作室嘛 然后的话 我会接触一些男客户 这个很正常嘛 卖服装嘛 男女的服装都有 我也不是说我竟卖这些男服装 然后都是有一个客户追求我 给我送礼物啊 然后送饭啊啥的这些 但是我从来没有收过 我一次没有要过 没收过 没有 从来没有 我也拒绝过 我说你 拒绝 对 我说你不要再追我了 我说我有男朋友 我以后要跟他结婚在一起的 但是你说人家 然后还要追我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 他指到了 不姓了 不干了 非得说 那你服装店别干了吧 你这儿子可不姓啊 那时候我一手创建起来的 我父母都给我的钱 我辛辛苦苦干的 然后你说 然后我不干都不干了 我指着你挣那两千多块钱 养家是怎样的呀 天天啥事都指着我 哎呦呦 委屈了 对 你这应该出面保护他呀 为什么就追我女朋友啊 不能说到回头来 欺负自己的女人 让人家开店 应该是你帮他想办法 去共同去面对这个问题呀 没有 主任其实这样的 就是我宁可 就是在家里边打扰让他 也不想让他被别人追走 不是你 那应该你变强你保护他呀 让别人不敢来追呀 不是你的问题吗 我认为这我自己 没什么问题 这个窝囊废 那行 你这个哭我理解了 你接着往下说 姑娘啊 而且都是服装店这件事的话 他后来还干了一件 更让我生气的事 他干嘛了呢 你说 你作为一个我男朋友对吧 你绑不上我也都算了 你还跟我绑刀吗 他干嘛 他干啥去了 因为我现在服装店 跟网店都有嘛 他说我网店上写差评 我到最后不也给你删了吗 那你为啥删呢 你自己不清楚吗 最后是主持人 我要跟他分手了 送了 跟我说 那我删了还不行吗 我给你道歉 我错了 我咋也不敢了 那还有啥用啊 你写都写了呀 可以啊 小子 这人做得有点问题了 这个前面你说不懂事 后面这 这有点缺德了 你是人家客户吗 不是 那你凭什么给人写差评啊 他欺着我呀 他欺着我 就也欺他呗 行 这个手要是搁我也得分的 而且主持人我跟你说 都是在这段感情中 也不是说 都是他感觉 都是一直他在付出似的 我也为他付出过 我也放弃过呀 你放弃什么了 那时候我都在那个北京大专 最后一个学期要实习嘛 都在北京 然后我实习结束的时候 然后公司想溜着我 因为觉得我挺踏实的 也挺能干的 都不想让我走了 然后我都心疼 那我溜在北京也挺好的 因为我父母也不统一 我们在一起 根本也不统一 然后我都心疼 那回汤山之后 他们还搅和我俩 我特别怕他们搅和 把我俩搅和晃了我 因为我也想跟他在一起 我就想溜在北京 我想溜在北京 好好跟他生活 好好谈恋爱 不挺好的吗 他非要会去 我先往枪口上装 非要会去找我爸妈去 然后我说装 那你去 你会去装吧 你自己走 人家还真都自己走了 卷着不开卷 人家自己都回汤山了 真找我爸妈去了 跟我爸妈说了说 我在北京 有一帮呼朋狗友的朋友 天天也不学好 都点人上酒吧 你说跟我父母说这个 我一直都在帮着他说话 因为我父母 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我还说他挺好的 挺细心的对我啥的 我说也挺上筋的 但是其实我都是 骗我父母的 我也在骗我自己 然后结果他也办这样的事 他上家找我爸妈去 跟我爸妈说这个 然后我爸妈这件事 也现在那个 我一个女孩子 留在北京也不姓嘛 然后没办法 最后我还是回汤山来了 这是你干的 是 为啥干这事呢 因为我这也是为了他好 是不是 你这不是造谣吗 就是为了他好 我说不了他 我就找明白是李的 就圈圈他为了他回来 你为什么要说得了他呢 我爱他 你是你他是他 你爱他什么呀你 等于现在像一个 年糕堂一样的 粘住你了是这意思吧 对 你今天来就是让我们给你 把这个刮走对吧 对 我觉得我和他翻了 我这辈子就赖着你了 是这意思吧 嗯 我们来看看老师们 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割断这段聂缘 一起进入丘比特温泉 你太爱你自己了 你怎么是爱他呢 你爱他他不爱你 你就应该放他一条生路 让他去寻找他的幸福 那成全他才叫爱他 你现在是爱你自己 因为你爱他 你不愿意放他 你是不是更爱你自己呢 我觉得很可怕你知道吗 我们有女儿的家庭 看到你这样的小伙子 我非常害怕 恋爱本身是一件 非常自然而然的事 分手固然痛苦 但是它也是一个 自然而然的事情 不至于到 你说的这么极端的状态吧 所以我其实很心疼 这个女孩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双眼 不能被这种 爱的冲动蒙蔽住了 一定要考量对方 和自己是不是合适的人 我觉得人品 可能比爱的本质更重要 本来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可能我觉得 我想象的就是说 爱该怎么去爱 现在我甚至要想 爱要怎么分手才安全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现在后背都是汗 我特别紧张 我这个岁数了 我倒不怕 对方一直纠缠我 纠缠吧 反正我岁数也大了 但是我 你都很想的 对 我这岁数也没人纠缠 当时想到我的女儿 我就很紧张 我一身的汗 我在想 我在劝慰别人的同时 我到时候怎么劝慰我自己 劝慰我的孩子 还有老爸呢 对吧 我怕 其实我是个女性 我是没办法动手 我在想 如果是一个姑娘的爸爸在这 她真的听到你这番话 她说不定真的动手了 要保护自己的女儿 不是 你现在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当时哥哥去可能推了两个 是的 还有哥嘛 对 我特别理解 我现在觉得我是 我是没法动手了 就要给曲北来动手 听听曲总的 她养俩儿子呢 你别养成这样啊 好好养 放心吧 绝不能这样 对 女孩是被她那所谓的虚张声势 给吓住了 为什么女孩带你来到这个舞台 因为她觉得拿你没办法了 但是咱们像男人一样 咱们直面这个问题 这老师说的没错 你最爱的是自己 你是把她当成自己的一个物品 私有的物品 别人不得拿走 但是遇到别人想拿走的时候 你也没办法 你害怕 她哥哥推你了 你怎么着呢 你回来了 回来跟她闹 你要赔我医药费啊 你要去我医院啊 带我去医院 你跟她哥哥说起来 那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有一个客户追她 你没有站出来面对客户 让自己女人在背后 你不是 你是背对着外人 然后面对着她说关店 所以这样的男人 你怕她什么呢 恰恰 她就是抓住你 觉得哎呀 我拿她没有办法 她能给我写差评 她可以去我妈那儿去告状 所以我害怕 女孩这种 心里就会被 别有用心的男人抓住 就抓住你的弱点 哎 你不怕吗 我就这么做 你也怕我就这么做 哎 美其名曰我爱你 所以说 你要透过表象看本质 她不敢 实际有人面对面地 针对她的时候 她就会退缩 所以男生啊 你这种虚张声势 外强中干这样的 骗得了小姑娘一时 不可能骗人家一辈子 你这种伎俩 你这种技巧 只能忽悠一段时间 明白吗 真让你拿出真格的来 你不敢 如果说真正去爱一个人 都不能去勇敢地去爱 用正常方式去爱 用自己的能力去爱人家 我觉得蛮可悲的 所以反过你先爱自己 正是因为你内心 极度地不自信 极度地自卑 你觉得甚至你可能 配不上这个女孩 因为她是很有能力的 在北京工作好好的 就被你毁了 然后呢到了唐山是吧 然后自己做的店 好好的 你要毁吗 你要毁这个女人吗 你再反过来问 你毁掉一个女人的方式 去占有她那是爱吗 不是爱 也许你自己分不清楚 什么是爱 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情 你要去认识 变一种爱的方式 如果你真是想 让这个女人 永远地留在你身边 并且能够对你付出感情的话 用那种技巧 见不得人的手段 是不能把人强留在自己身边的 明白吗 懂吗 我觉得我要插一句 不能爱一个和自己完全不匹配的人 因为那个人他要把你拉到 跟他一样那个水平上 然后他觉得他才安全 这个非常可怕 他就是这种想法 少一个 少一个字 拉到一样低的水平上 对 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 其实他完全可以抽身而走 你一旦了解他的真实的面目之后 你可以的 他什么也不敢对你做的 你放心 但现在关键是 男孩我要对你说的是 如何自救 明白吗 这个女孩看起来应该是 你留不住她了 但不重要 对你最重要的是说 通过和这个女孩相处 你要自己成长 自己独立找到一种方式 能够爱自己 并且能够 因为有一个爱自己 能够让别人去 真正主动地去爱你 懂吗 找到那样的女孩 前提是 先让自己变得强大 变得阳光起来 你明白吗 希望你真的明白 如果你明白的话 我希望在一会儿 一分钟里面 你要向这个女孩道歉 或者说 在那扇门关上之后 希望你不要出来 你不出来 证明你领会到了自己的错误 今后 这是对你一辈子 有好处的一件事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曲头 爱什么爱啊 我没觉得爱啊 你就是不甘心嘛 如果爱情是这样的话 那爱情太可怕了 谁愿意谈恋爱啊 就这样一个 看似无赖的一个人 你要见面跟他说什么 我就是想见面 跟他拉清楚这些事 然后说几张开 有什么可要说清楚的 已经决定要分手了 你论一个对错有什么用 你赢了 在这种感情当中 没有 然后怎么样啊 不就是要分手吗 你就这一字 一而再再而三 就给他一个错觉 你看他还是离不开我 所以他非要跟我见面 就是给我台阶呢 然后非要跟我论 谁对谁错 谁在感情当中付出的多 谁付出的少 真正要分手的人 不用说这么多 早就消失在对方的世界当中了 所以你也不要怨人家 一直赖着你 还有 他为什么不甘心 你平时跟他在一起的 日常生活当中 你大部分的时间在干嘛 在工作 在工作 然后呢 去酒吧 所以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又对他有几分爱 你为了 你说跟他想要在北京 一起好好的待下去 有多少原因是 为了跟他在一起 有多少原因是 因为自己愿意留在北京 所以他为什么 回去跟你爸妈说 他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或者说是一个 不成熟 或者我们说的狠一点 就是以自己的幸福和痛快 为前提的这样的一个男孩 但你又如何呢 所以我觉得 这个时候 他这样的行为 你要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 百分之多少的错是他 但一定有你的原因 想要分手 很简单 能分得开 看你怎么做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杜老师 小伙子 看着我 你为什么要做一个 让人瞧不起的人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这也是 我可以看到你 我还还有得到 我未来 那个时候 那边 还有一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是在呕这口气 对于女生来说 什么样的人 就会招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其他的女生 不会招这样的男生 那是因为你内心 其实对于她的纠缠 有一部分是不抗拒的 或者说 在你的不抗拒的过程当中 这个男生 他的底线变得越来越下陷 他最初一定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也有你的诱因在里 很多女生总是抱怨说 为什么我的恋爱 这么一波三折 为什么我总是碰上这样 纠缠我 威胁我 跟踪我的人 那你首先要问一下自己 你的性格里面有什么东西 是招这样的人 形成这样的性格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所以 其实你当你 越是在舞台上表现得 你满目委屈的时候 其实她看你 更是怒目横生 装得好像自己 可清白 所有的一段感情 最后演变成什么样 对方演变成 你内心多么恨的那个样子 你自己 就有多少影响 这个问题的因素是什么 我警告你一句 如果这个男生 今天在六十秒的时候 他可以说出 我尊重你的选择 离开或者是留下 如果他真的说出来 这句有尊严的话 请你就不要流连往返 然后又一种悲悯之心 又留下来 那你就自讨古迟 听见没有 明白 做决定有的时候很难 但如果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应该双方共同地去维护它 还有一点 你没有必要因为同情 而留下来 也没有必要 他因为做错了一些事情 把它全盘否定 好吗 好 就这 好 谢谢陀老师 道理老师都讲完了 最后怎么处理 自己看 是不是应该道歉 你自己颠的 女生啊 恋爱不是游戏啊 你要再这么游戏下去的话 你会被自己的游戏 吓到的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请爱的能不能别上我戏了 因为我真的挺爱你的 为你付出也挺多的 你说你最喜欢吃什么菜 穿什么牌的衣服 喜欢什么牌的化妆品 我都知道 最后爱的 你说 你就算咱俩反手了 你换下一人 他能有我这么认真的对你吗 对不起我错了 请你带给我一次几回好吗 你永远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你永远都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就像老师们说的一样 可能这段感情中是我错了 是我一直放不开你 但是现在我真的太累了 这段感情中 一直是我自己在强撑着 我真的太累了 我求求你放开我吧 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了 我真的好累 好累 我希望你也能理解我 我希望你能懂我 不用懂 我求自己的尊严了 女生 你的化太多了 你说你都要走了 你化那么多干什么呀 分手这件事特别简单 坚定地说再见 好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现实生活当中 这样的情感还挺多的 有很多现实生活当中 有更极端的一些例子 面对极端的时候 你只能用一种方式 就是不害怕地迎上去 当你开始害怕的时候 它就会放大 这两个人会怎么选择 尤其是男生 会不会在最后一刻 考虑到自己未来的生活 那是他的一个决策 我们来看这一对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所以还是 就是没有长大的一个孩子嘛 闹嘛 这大概就是一种 新的所谓模式嘛 我闹我就能够得到嘛 其实你面对一个 成熟的一个人 或者一种成熟的思维方式 或者一定的规矩之后 闹完全是没有用的 现在有一种 社会的一个形态 特别有意思 这个形态就叫 谁会哭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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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没有谈过恋爱 她是我的初恋 虽然我们是相亲认识的 但我只想谈场甜甜的恋爱 她根本做不到 我以前结过婚 我知道自己的条件 稍微比她差一点 但就因为这一点 我就更加地珍惜她 我对她的好 她从来感觉不到 我以前觉得她是个暖男 她可以照顾到我的感受 不会逼我做我不想干的事 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看抖眼了 我觉得我们两个挺合适的 她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宝藏女孩 我希望我们能迈过这道坎 一直地走下去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宋 三十一岁来自河北 保险销售 女嘉宾小燕 三十二岁来自河北 婚礼策划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这是您的初恋 对 我之前没谈过恋爱 第一次谈恋爱 好 您等于是离异之后的 又一次恋爱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那两位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在相亲网站上认识的 相亲网站上认识的 对 谁追的谁呢 是 我追的她 对 当时我是没有同意的 理由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不同意 就是 当时不太喜欢的 后来怎么爱上了呢 然后她对我挺好的 然后呢 看她这人比较老实 然后我就说 先试着慢慢交往吧 现在交往多久了呢 交往一年 发现问题了是吗 对 所以想干嘛呢 所以就是我现在 不打算跟她交往了 你呢 我是说想尽快地 让她和我结婚 然后就是我不想失去 这么一个女孩 你们这差距太大了 你想结婚她想分手 是这意思吧 对 分手的理由是什么呀 就是她最近就每天 就是逼着让我跟她结婚 我现在就是因为 我第一次谈恋爱嘛 我只想好好地 谈一场浪漫的恋爱 至于结婚还离我太遥远了 我现在还不想呢 现在觉得这个结婚的时机 还不到 是这意思吗 对 对对 她怎么逼得你呢 就比如说吧 我是做婚礼的嘛 她直接到我们公司 找到我们第二长 然后呢 就是订了一个套餐 这个我都不知道 回来我们那个店长 直接问我 你要准备结婚了 当时闹得我很尴尬 为啥这样 因为她是做婚礼策划的 她每天都在给别人造梦 都在给别人去造童话 我也想给她造一个梦 造一个童话 因此我就背着她 去过他们店长 去谈这件事情 是你说过她不够浪漫吗 对 你像别的情侣 都会说 一起去浪漫的餐厅 吃个饭啊 看看电影什么的 但她从来都不会 她会带我去逛菜市场 买菜什么的 是你说她不够浪漫是吧 对 所以她的解释是 我给你一个惊喜 是这样吗 但是她说的那些干嘛 都是属于那种 十几二十岁小年轻的 不合实际 不现实 而我想给她干嘛 这平面淡淡的 这认知不一样 那你得尊重她呀 可是结婚这么大的事 你没跟人商量 就去说你觉得礼貌吗 因为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毕竟我感觉 交往一年个差不多个 没谈过这个事 就直接去了 对 所以女生觉得 有压力了是吧 对啊 那后来这件事 怎么解决的呢 我尊重她的意见 我把订红家间给退个 我找他们第二招 又退了是吧 对啊 退了嘛就解决了 退了可是 退了可倒好 逼着我 要在半年内结婚 一年内生孩子 婚姓虽然退了 但是她提出了 明确的条件了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逼着我发誓 逼着我发誓 要在半年内结婚 一年内生孩子 那你发誓了吗 没有啊 没有 你干嘛这么 这跟老麦没关系了 因为我感觉 我多处让步开钩 我尊重她 我多处退步开钩 就是说 在交往半年 我已经给她再延期了 半年感觉差不多了 结婚 然后我说的生孩子 是让她一年之内待孕 并不是让她 就直接就生了 那她可不可以 不嫁给你呢 这个我没想过 对你这不是玩 往跑里下吗 那她这采取了 就是直接谈的方式 还是用了其他的手段呢 每天给我发一些文章 像什么 黄金年龄生孩子呀 像什么那个大龄生女 怎么怎么样的呀 就这类的文章 就是给你发那个汤文是吧 对 就跟孩子有关的 来 对 给你一些暗示 对 除了这个孩子做什么呢 孩子做就是 不让我喝奶茶 好 说不能生孩子 她会给你买保健品什么的吧 对 一买就买好几盒 说什么 调理身体 为了生孩子 因为我感觉花那些钱不值 钱是花在刀刃上的 至少那些东西 你吃完之后 对你的身体健康有好处 并且就是说 我想要结完婚之后 怎么我就七老八十了吗 对我身体健康有好处 并且咱们都是已经 步入三十岁一个年龄了 我不喜欢就是说 等你到三十五岁之后 假如再进厂房的话 待会我拿一张病危 通知书问我 怎么 你这又开始 照我死了是吗 我能跟着结婚吗 我只想这样 也有个最佳的状态 去迎接接下来的事情 他还没准备 做好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他也就不考虑了 应该就是这些理由 就促使了 你要跟他分手是吧 不是 还有主持人 还有呢 对对对 他就是 他这边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这个怎么理解呢 他跟他前妻离婚 就是因为 前他跟他住的房子太小 而且房本上 没有他的名字 觉得没有生活保障 第一次离婚是因为房子 对 没有在房本上 写前妻的名字 对 那现在呢 现在呢 他跟他父母 把房子换过来了 他父母 就是他父母原来的房子 是比较大的 然后现在换过来了 但是呢 背后呢 还有在各个相亲网站上 留下自己的个人信息 还加了不少的相亲群 等于他准备了大房子 说要跟你结婚 对对对 但是又开始相亲了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因为主持人 如果他现在要是 跟我结婚的话 我会把网上列资料 全部都给推下了 然后把那些情 全部都给推过 但是他现在一直在这么 耗着我 拖着我 我毕竟是一个 三十多岁的人了 所以你是为了结婚是吧 对 我得给自己留后顾 我认为我这么多没有错 我认为 就是你 你实际上在跟他 一边向他求着婚 一边还要找其他人说 万一这个不行了 我跟你结婚 他还有被胎 但是他一直是我的首选 我是你的首选 你还有被胎 所以女生更要理了对吧 对啊 除了这件事 你这件事怎么发现的呢 是他告诉你的吗 没有 我是看他手机发现的 发现之后他的解释就是 我需要备胎 是这意思吧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是这意思吧 是不是这意思吧 就如果他跟我结婚的话 我这些都没有 只不过他现在一直都不同意 就是你现在就是 你交往就要结婚 对吧 对 是这意思吗 就是不结婚就别跟我交往 是这意思吗 对 那你在跟他交往的 这一年多期间 还跟那些人有交往吗 还是说最近才有的 最近才有的 这就是算他隐瞒你的事 你发现了 对 还有别的隐瞒吗 还有就是 就是前段时间嘛 他跟我说 他前妻跟他离婚 不仅是因为房子的事 他还创业失败 然后欠了一大笔债务 现在还得差不多了 因为他白天做保险工作 晚上在淘宝上 卖一些女性用品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别卖这些东西了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但是他不停 他还继续卖 什么事都一盘 现在还有债务 我认为 因为我白天 现在是在跑保险嘛 都是说我为了 还我那笔债 网上我在微商上 卖一些女性用品什么的 我说这很正常这些东西 经商嘛 无所谓 对啊 我说这些很正常 但是说 他又对我现在有一种歧视 不是 你 不是你 我听明白歧视嘛 它其实两个层面嘛 所以关心的第一个层面 是你现在还有没有外债嘛 外债马上就开始还清了 这个树木姑娘是知道的 是吧 可接受吗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第二个才是 第一个叫隐瞒嘛 有备胎和这个在 财务上面有隐瞒嘛 让女生觉得 无限放大想 我要跟你结婚了 不知道被你骗成什么样了 就我还有多少事不知道嘛 这是其一嘛 其二就是关于 你所说的职业歧视的问题嘛 对不对 对 就是我感觉 卖这些东西是很正常 你和他卫商上 我又不是说 去摆摊去 你不用找哪里去卖 只要是工商批的 合法的不就行吗 对啊 都合法吧 那你介意这个干嘛呀 我就觉得一个大男的卖 女性又名就是不太 所以他其实是有几层的嘛 就第一层 你是不想结婚的对吧 就是还没到结婚的那一地步 所以当他做出这种 各种各样的逼婚举动的时候 是更让你反感的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再加上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 你又发现了 他对你有所欺骗和隐瞒 对对对 你对他失去了一个判断 就重新开始判断这个人 所以你要求跟他分开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态度也很明确了呀 但是我不想是 不是 那你不想 你又有那么多的备胎吗 那你 没有 因为就是说 我和他和书上的好多女孩 都做过对比 现在的女孩就是说 还是跟别的女孩做对比 至少是说 她是我发现的一个宝藏女孩 我不想失去这么一个宝藏女孩 就是我还想 我还想就是说 那你要把那些都断了嘛 再去追她嘛 她才会考虑嘛 我是近段时间才开始那什么的 近段时间才是有那些群的 那些东西的 对呀 所以在她那里 她的理解就是 你还没跟我断 你又开始这样 她就认为 你在这个情感当中 是不忠的嘛 但是如果她这么 一直跟我抛下去的话 没有但是嘛 因为你要娶的是她嘛 所以她的感受最重要嘛 如果她现在跟我结婚的话 这些都不是问题 都给删掉的 那她也可以不跟你结婚啊 那就是因为 她为什么一定要跟你结婚呢 所以矛盾的焦点并不在 她接不接受你那样的方式嘛 矛盾的焦点在于 她在跟你的相处过程当中 她看到了问题 她想分手嘛 我不想失去她 那是你的解释嘛 就对于你这些解释 她有权利听也有权利不听嘛 是不是这意思 姑娘 对对对 从什么时候就开始 第一次有了分手这个概念 在你心里 我觉得我们其实刚开始认识的 是她一百九十斤 然后呢现在二百二十斤 然后呢我跟她说 我说要不你减减肥吧 然后呢就是因为这肥胖 已经影响到她的健康了 有三高 而且走两步道都蠢 但是呢她认为她一点问题没有 她就是不听 不是 这胖不是我一个人的原因 我每天都在吃谁给我做的事 这胖不是我一个人的原因 我不是自己说能胖上就是胖上来的 不是 你在吃谁做的饭 你还好意思说主持人 就是我们买完菜回来 然后呢她就给我找好菜谱 然后呢说让我提前为结婚做准备 然后做一大堆的那个大鱼大肉 一大堆的菜 然后呢她全部都吃了 我都没吃几个 因为主持人她不会做菜 所以我才会给她找菜谱 不管她做的好吃与不好吃 在我这里没有剩这个字 在我这里没有剩 她做的什么我都给吃掉的 那人家怎么还那么瘦啊 我明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你已经想跟她分手了是吧 对 而且就是还有就是 比方说我们开玩笑的时候在一块 然后呢她就框坐我身上 你想一个200多斤的五花肉 压在身上什么感觉 有一次都把我压哭了 我就跟她说你别开这种玩笑了 我说你这样就很不好 可是那个时候主持人她说过 她喜欢我这身上大五花肉 她说磨上去柔软的跟大白似的 所以我会去拿这身肉去做 我现在不喜欢五花肉了 我喜欢精瘦肉 那这已经改变不了的事实了现在 我现在不能这样的 那我让你剪杯 你为什么不剪呢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那我早就跟你说了 你就是不听呀 你还依然自己在那儿 就是觉得自己很好 所以好像视线又被支开了 还是问女生 第一次想跟她分手 是来自于她对身材的管理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后来就逐渐发现 或者叫认识了这个人 对 就更不想嫁了 对吧 对对 她现在把你说得非常清楚了 有一些隐瞒 没有对她坦诚的交心 不善于身材的管理 在跟她求婚无果 或者逼婚无果的情况下 你又留了一些备手 开始不规矩起来了 这是她对你的一个描述 没错吧 对对对 那你对这姑娘的描述是什么 她在我这里很完美 很好 她不物质 善良单纯 哦 还有呢 我不想失去她 因为我感觉她是我 都是说从开始到现在 遇到的最好的女孩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呢 我就是想急切地去珍惜她 去和她在一起 行吧 你听听老师们给你的意见吧 看应该怎么办吧 女生的分手是不是要坚持 还是说再给一次机会 男生在这段情感当中 所犯下的一个错误究竟是什么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多大 我32 32她31 所以你是觉得这女生 也到了该谈婚论嫁 生儿育女的时间了是吧 对 你觉得除了她这个年龄之外 是不是跟你自己的心态 有更大的关系呢 因为我之前 我和我前妻没有孩子 所以我父母那块也催着我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固然考虑到她的年龄 各方面的原因 但是更多的还是你这边的 要求 对吗 差不多吧 可是真的 我身边有个朋友 真实的事情 她老婆36岁 有怀的孩子 真的 产刚才我拿着病为通知书过来的 对对对 我知道这种故事 我们听了也很多 还有一种可能 人家压根就没打算要孩子呢 也许她就觉得 两个人这样过一辈子很好 你觉得你能接受吗 如果你那么爱她的话 你可以接受 你们就这样 不要孩子可以吗 我不敢下定义现在 如果她就是这么想的 你特别爱她 你觉得你能接受吗 我也给你举例子 我身边有很相爱的夫妻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她们没有要孩子 依然很好地在一起 我不知道这个例子 是不是恰当 但是因为你刚刚举了一个例子 所以我也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我是觉得每一对情侣或者夫妻 都有她相处的模式 她们分开或者走下去 都有各自的原因 那现在女生其实表达得很清醒 即便是我31岁了 即便是我到了要谈婚论嫁 生儿育女的年龄 我依然不想着急和你结婚 你应该明白她的意思吧 我明白 你觉得中间有什么问题吗 她要的那种干嘛 说实话我给不了 因为我认为那些都是 小孩子的男的 所以你坚定地要把 你以为的好一定要给她 但是她又不接受是吧 对 说实话我觉得女生很清醒 她能够在这个时候 当你不断地向她明示暗示 甚至逼迫 她都明确地拒绝 你说明她想得很清楚了 你不合适 她反复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真的希望马上结婚 有孩子向父母有个交代 这也是你内心的想法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重新 从你那些群里做明确筛选 实际上你已经开始准备了 这是我的建议 我觉得女生很清醒 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而且我相信她会做决断的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这样 如果你希望的话 那就按照你希望的去做 你不能因为爱她 就把她拉到你的身边 来生儿育女结婚 这个我觉得不好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周群老师 来 曲总 兄弟 咱们别太着急好不好 结婚 结婚是不是得两个人的事情 对吗 生小孩也是两个人的事情 对吗 是 而且是你情我愿的事情 对不对 对 她和买商品绝对一点关系没有 两个人事情就得两个人商量办 这必须得得到另外一个人的认可 这必须得得到另外一个人的认可 你不要让同样的错误不断地重复地去犯 就如同你之前的那段失败的婚姻也是一样的 这个家是两个人的对不对 对 房本上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人的名字出现 房本上也没有我的名字 我名乡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父母的 所以不是你的 也不是他的 因此可能这个要牵扯就太长 但是结果是说 房本上写谁的名字这事 还有债务 就分手了 还有债务 对吧 对 对 其实我最想跟你说的是 你真的不要太着急 着急就让你逻辑就乱了 如果说 那几个你在相亲网站上同时联系几个人 如果知道任何另外一个人的话 你这事也办不成 这就是想结婚 反而你采取的方式导致 没有任何人会跟你恋爱 不恋爱不可能结婚 对吧 结婚和要孩子 这不是我要在某时间点 必须发生的事情 而是爱情感情到了一定的程度 水到渠成的 这种事欲速则不达 好 回到你现在的这个状态 这个女孩已经明确多次地告诉你 她不愿意 我觉得之所以她还没有离开你 是因为你是在初恋 她还完全没有对比 但你有了 对 所以说这对比当中你会发现 她是最单纯的 而那些人可能是相对来说复杂 你搞不定 有这么一个宝 你还要用复杂的经过对比之后的 一些所谓的方法去对付她 她一定会走的 明白吗 即使她没有对比 所以我们在爱情方面 只能是一心一意 但凡有三心而已的话 这事绝对不成 明白吗 明白 你岁数不大的 没那么着急 而且你要从上一段婚姻当中 一定要吸取教训 就是两个人的事情 两个人商量着办 明白了吗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珊娜老师 宋先生 你是需要找一个 为你生孩子的女人 对吧 啊 我们的支持者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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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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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So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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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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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而言 其实你心里也着急 也想结婚 但是你宁缺无赖 如果你真的觉得 对这个男生 没有太大的想法 就不要去对他提出要求 你对任何人提出要求 对方都会误认为 我在他心目当中 还是有一定的位置 找不到不合适的 我就宁愿洁身一人 好吧 你要走 待会儿就潇洒点走啊 不要流连忘返 听见没有 就这个 好 谢谢陀老师 好了 你们自己想吧 应该怎么办 三人郎当岁的人了 应该对生活有判断了 继续相处下去 可能最后就变成了 各自心里面的一段因果了 因为要生娃 所以这个合适 来吧 给生娃 你的因为所以是 你合适 做我孩他妈 要生娃吧 他的因为所以叫做 行了 挺听话的 所以我就嫁给他吧 他能听我一辈子的话 我也就这样了 可是现在又不听话了 所以你们自己去判断 这段情感的去向 应该是怎样的 如果分开 如果分开 不再继续 下次恋爱的时候 请单纯一点 好吧 一起进入真情路上 其实我的债务问题 之对隐瞒你 是因为我感觉 你工作也挺黑的疼的 毕竟那是我自己的债务 我想自己扛下来 我这是对你一种 善意的谎言 我认为 或许你认为这是欺骗 但是我是想保护你 不想让你为我的事情而分心 希望你能理解 和你连续这么长时间 就是我想要的只是 一段浪漫的恋爱 但是你给我的压力太大了 行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这个世界上面大概 爱情这种关系 是最讲究互动性的 所以当你不再互动的时候 完全以自己一个人的想法 去做一段情感主导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一对最终的一种状态 就变成了这样 所以学会倾听 大概是一个人一生 非常重要的技能之一 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对年轻人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还有话说吗 她或许会把我当成 她的第一份初恋 但是说 我把她当成的是 我最后一段感情 或许我相信失去她之后 恐怕再找不到 像她这么好的女孩吧 谢谢请回 谢谢请回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女友都是从福建小城认出来的 我们在大学是异地四年 她是个很努力的人 现在去国外读研了 而我在福建老家工作 我们之间总是隔着很远的距离 她特别四四 每天就是很刻板地学习 总是让我先把儿女私情放一放 我觉得她一辈子都是为了事业 可以忽略我的感受 我还该坚持 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排序不一样 有的人把事业排第一位 有的人把爱情排第一位 那显然 女友是把她的学业 事业排在你之前 那你要考虑的就是 这样的一个女人 你永远排在她的学业和事业之后 你能否接受吗 祝你幸福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药保湿一倍师冠名播出的一倍 一倍师纯击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一倍师的官方微信 或到一倍师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咨询报名不收局